接下来我们学习项目浏览器的使用 首先我们打开光盘当中的第二章RVT别墅项目这个项目文件 默认它将打开三维的这个视图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左侧这里就有这个项目的项目浏览器 那么在这个项目浏览器当中 首先它显示了当前打开项目的这个项目的名称 那么在项目浏览器当中 它首先是提供了很多组项目的视图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它有楼层平面视图 天花板视图 三维视图 泡面视图 渲染漫游等等各种各样的视图 那么以及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有图例 零细表数量 图纸等很多种不同类型的视图组织 那么以及在下边我们还可以找到当前项目的这个组 那么这里我们需要解释一下 在RVT当中的视图和图纸并不一一对应 那么在RVT当中 项目浏览器的使用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我们单击楼层平面前面的这个加号呢 我们可以展开这个楼层平面 我们能够看到呢 当前项目当中所包含的楼层平面视图呢 一共有这么多 包括有F0 F1 F2 F3 这里还有一个强度索引 等等 我们双击F1这个名称呢 我们可以切换到F1的楼层平面视图 那么注意呢 我们这里是切换到了视图 并没有切换到这个一层平面的图纸上 这个并不是图纸 那么同样的道理 我们单击三维视图前面的加号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在三维视图这个类别当中呢 我们也有很多个不同的三维视图 我们双击这个默认的三维视图 我们可以切换到这个三维视图的视图当中去 这也是我们这个项目打开的时候的默认视图 那么我们同样的道理 我们也可以切换到它的立面视图当中来 我们展开它的立面 我们双击难力面 这个名称呢 我们可以切换到当前项目的难力面视图当中去 我们甚至还可以展开这个渲染 我们切换到3D-1这个渲染视图当中来 那么所有的这些内容呢 Ravit都是以视图的方式组织在不同类别的视图当中来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的楼层平面视图 Ravit会自动的组织在楼层平面这个类别当中来 我们的三维视图呢 Ravit会自动组织在三维视图这个类别当中去 在明细表和数量当中呢 Ravit提供了很多种不同形式的明细表 事实上来说 在Ravit当中所有的构建 我们都可以将它统计成明细表 那么在这个明细表和数量当中 我们提供了包括门窗明细表 体量明细表 墙明细表 图纸列表等等 那么明细表的具体应用呢 我们在后面的章节当中呢 会给大家做详细的这个介绍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来看一看Ravit的明细表是个什么样的形式 那么我们双击门明细表 楼层数量 这个名称呢 Ravit就会自动切换到这个明细表视图当中来 那么这就是Ravit的明细表的视图 那么在Ravit当中 明细表视图当中的统计值 是跟模型息息相关的 那么同样的 我们在下边可以找到Ravit的这个图纸的视图 那么我们切换到一层平面图当中来 我们可以看到呢 图纸视图 事实上它首先是有一个图框 另外呢 是把F1的这个视图呢 是放置在了这个图框当中来 那么因此我们说呢 Ravit当中的图纸 事实上来说是一个或多个视图 有序的组织的这个图框当中去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 这个视图 我们可以看到呢 当前这个视图的名称 在六边我们能够找到这个视图名称呢 它是F1 那么这样呢 就是Ravit当中的这个视图和图纸 以及明细表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形式 那么我们在前面的章节当中要讲过 在Ravit当中 我们每切换一个视口或者是视图的话呢 它会用一个新的窗口来打开 那比如说 在每个窗口的右上角 那都有一个跟窗口相关的一个控制 那比如说我单击这个关闭 我可以关闭当前的这个视口 那么事实上来讲呢 Ravit在视图这个选项卡当中呢 提供了一个关闭隐藏窗口的这么一个命令 用来快速的关闭所有已经被隐藏起来的这个窗口 那么单击了这个命令之后呢 除了当前视口之外 所有的窗口呢 都会被自动关闭 以节约内存 加快这个运行速度 当我们关闭到最后一个窗口的时候 那么Ravit的Tag会关闭当前的这个项目 那么事实上呢 项目的软件其实可以根据我们的需要来自定义的 那么我们继续打开刚才的别处项目 那么由于刚才我们已经打开过这个项目呢 我们可以直接单击这个项目的快捷方式 来快速打开它 那么现在默认的项目软件呢 是按照各种不同的视图的方式呢 组织在这里 那么事实上来讲呢 我们可以自己来定义它的显示 比如说我们希望按照不同的标高 将视图组织显示在这里 那我们在这个视图上面呢 我们可以单击鼠标右键 那么它会弹出一个菜单 那么在菜单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有一个叫做类型属性 一个叫做搜索 那么这个搜索的一个功能呢 是Ravit2013开始新增加的一个功能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关键字 来搜索指定的内容 那么这里呢 请读者来自行的尝试 我们在这里呢 就不做详细的解释了 那么我们同样的 在上面单击鼠标右键 我们这里呢 如果想要自定义它 我们就需要选择这个类型属性 那么它会打开类型属性对话框 那么当然这个类型属性呢 我们修改的是项目浏览器的 试图组织的一个方式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当前的这个项目浏览器当中的 试图显示方式呢 是按照全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显示的 因为默认这个全部呢 是一个系统的默认值 我们没有办法去对它做变更和修改 这里呢 我们需要将它修改为 其他的任意一个形式 比如说规程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单击这个复制这个功能 我们给它一个新的一个名称 比如这个名称 我们叫做按标高显示示图 我们单击确定 那么可以看到呢 我们就给它建立了一个新的类型 那么然后呢 我们单击类型参数当中的 这个文件夹后面的这个编辑按钮 我们可以打开 浏览器组织属性这样的对话框 那么我们在这个文件夹当中呢 我们可以来修改它的这个 成组和定义的条件 比如说我们将成组条件 第一个选项呢 由于我们是希望按照不同的标高 那么来显示在这里 所以说呢 我们把第一个条件呢 我们把它设置成为相关标高 那然后呢 我们再将它按 试图的类型的方式来把它组织出来 然后呢 我们这里设成无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按设置和相关标高之后 我们就显示了试图类型 那么最后呢 我们在这里呢 把它的这个排序方式呢 我们是按照试图名称的一个方式 并且按照声序的来排序 意思是说 我们的 在显示试图的时候 我们首先来显示 按照标高来组织试图 然后呢 我们按照不同的试图类型 比如说是楼层平面 还是三维试图 还是立面 来显示它不同的这个 试图形式 那么而且呢 我们是按照试图名称的方式 按照声序的方式 来排列组织出来 设置完成之后呢 我们可以按据确定 那么我们继续按据确定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项目浏览器当中 那么试图呢 已经按照标高来 重新组织在这里了 那么我们展开 F1这个标高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跟这个标高相关联的 就是试图的类型 是按照天花板平面 总建设平面 以及楼层平面试图的方式 来显示在这里 那我们再展开楼层平面试图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试图类别 下边所包含的 具体的试图名称 那么我们双击它 同样的呢 我们可以切换到 相关的这个试图当中来 那么通过自定义 这个项目浏览器呢 我们可以更灵活的 让试图按照 设计人员的这个习惯呢 通行组织在这里 比如说我们按照 不同的规程来设置它 我们可以在 多人协作的时候呢 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完成当中的操作之后呢 我们单击关闭啊 我们关闭当中项目 那么这里呢 我们不保存对当中项目的修改 我们下期再见